可能就是在各的媒体经营的地方 就是要去投靠很多个 因为我常说公民记者 他其实是一个候鸟 他必须要靠行 靠行那就比如说我靠行是在新头科 但是我现在又选择一个地方是环姿 环姿棒耶 因为像比如说那个好人会管 那个申源318学运 然后免费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我就不会贴到环姿 因为他要审稿还要干嘛 等到贴出来那个318学运 可能就已经结束了 对 他那个很慢 他人家负责啦 是 那个有时候会有时间 就是说 但是 他觉得这个例子跟环姿有点不一样 就是他变成他自己是一个责任编辑 他自己是一个责任的传播者的意思 而这个公民传播 变成不用 以前是一定要靠行在那个地方 你才有一个承载的东西 可是你经营一段时间的时候 就有些人是跟随在树林底下 有些人就跟随在你的底下 那这样子很奇怪 你也没有领我的薪水 你也不是我的志工 可是这个社会里面就有一个公民 可以被运作的那一种的传播系统 他已经不是管他是不是中资 或者管他是不是政府新闻局 他没有那个新闻的那个应可 可是他竟然有传播的实力 这个是现在已经洪宋秋也好 或者是这个学运也好 大也有在证明 小的也可以证明出来它是有效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真重要 而且喔 我有偷偷学到龙敦大哥 对 那因为这就是说 比如说 我煮菜煮不好吃 我家里那个家务的那个手艺也不好 那我聪明啊 我找到林慧兰老师啊 林慧兰老师 他是种子变盆栽的老师 出了三本书以上 那很简单嘛 那我就 我要去老师那一边之前 我就来这边买东西啊 哎 买那个柳丁啊 我就就 我就要跟村民姐说 哎 你现在什么盛财了 帮我打包 他就会送过去了 送了两箱来 然后我就直接就去老师家了 我也不啰嗦 就把他打开放桌上 老师 现在这盛财你出力 那马上就两条新闻 一个就是 那个柳丁皮 怎么去做清洁酵素 因为他就会让你 不是你光自己吃东西 你就是会可以把它加工 另外一个他就教怎么水根 就是保持那个高丽菜 就是这两个 高丽菜变盆栽 你看你要不要买 你怎么可能只买一箱 对不对 后来老师也来跟他买 然后呢 每一次盛产的东西 我只要找林慧来老师 然后再贴到环枝去 那到时候 他这里本来是要到处导人家买东西 变成是打电话 竟然是要跟他道歉 不好意思哦 那个柳丁卖完了 柳丁卖完了 不好意思 然后他的角色哦 就从以前 暴社记者那个旁观的人 他变成这些活动里面的参与者 或者是旁 我觉得我们像现在的这些事情 为什么对中天不能信任 甚至对联合报不能信任 那如果那边不能信任 我们自己又没有 没有这种管道 那你这个社会就 我今天都还讲这个事情 台北看电视 花莲看电视 可是花莲看电视 跟台北看电视不一样 那怎么会不一样 明明这台市这边播跟任播是同样的内容 可是台北你有很多资源的系统可以让你平衡 你同时接收到很多资讯的管道 可是出了这个范围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很强的公民系统 是变单一 就这样 所以我是要重复重复地强调 就是说我们今天这样的见面 你们有时候会以为只是一 就是这样听人家讲一些事情 可对我来讲 这是公民社会建构起来当中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跟公民 就是这个公民的传播跟公民社会建立 相同一件事 那以前是只有能够有摄影机的人才能做摄影 能够写文章才能写文章 我们的时代变得不一样 是人人都能写 人人都能拍 这两部分 一个是我们专业能力提高 还有一个是我们公民素养已经可以接受 素人写的东西不见得比专业人写的东西 不可靠或者不能接受 这两边同时在发生变化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如果没有做这些事情 像现在 你个别一种 有时候泰国民进党不能信 有时候泰国民党也不能信 所以这个事情 我自己用我自己做证明 说好的运动 他如果人家以为我们会成功 有一部分是属于这种传播上的成功 是我们有的一些朋友 他不再单纯是守在他自己记者的编辑台的角色 他参与进来 像那个职业就是一个例子 他觉得那个临时存的事情很有意思 他也不管报社上的限制 他就把稿子放在他的电子 电子的那个 他放在那个三周的那个 部落格 记者 记者自己的部落格 结果那部落格创了三周被点阅的最高的 五千 然后就这样两边就相加相加相加 那个就已经不是以前的模式 我记者来采访了一个稿件 然后我要送回去编辑台 那我要等什么时候要出刊了 那个稿子才排进去 他变成他本身也变成一个参与者 所以他也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 然后这种情况在现在的 比如说台式啊中天啊 TBS对不起还没有机会 可是光明记者有机会 还有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传播的系统 有机会 对因为像比如说因为那个参与好的运动 一段时间了后来我都会去问 我们的活动真的都还有记者啦 那因为他没有发新闻稿 没有发新闻稿 可是他之前大家都会把那个讯息 给我先去彰贴嘛 那有几次叫那个中国时报地方报 我们有一次是在华光 爸爸姐碰香春茶 因为华光他们华光社区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去包装 华光社区的那个议题太多样了 那到后面变成是有一点人家 毕之为恐不及 所以那个荣敦大哥也很聪明 就是把包装的 就是华光社区后来我们 我走的方向都是诉求老树保护啦 因为其他政治还有人权的那个部分 我觉得不是我的专业 我就不去碰触 那我都是用老树 老树后来那时候他们就想出来 就是我们找里面的一个老树 有用的老树 后来找到香春 就爸爸姐来奉香春茶 欸我们就乖起来了 结果后来记者来了就问他 欸你是拿到什么消息 有时候就是有一个防树林 他有上传YouTube 我说欸那是我欸 结果后来他居然变访问我 我说不对 你应该去访问一辈 他们是那个才对 你访问错人了 然后后来有一次是那个 那个陪那个百年的浴场做体检 对他们办的活动都很好玩 那就是是那个陪那个百年的浴场做体检 那我们一起来吃早餐 那次也是一个记者来 可是那个记者是看那个Peple 还是清头科的那个资料来的 所以说事实上我们就像大包容老师说的 我们是可以去点那个火 那真的是回工到主流媒体 后来那个事实上说实话啦 我们的那个里头好我最多的那一篇5000人点阅有什么用 5000人点阅根本是非常的少 可是就是说也许 maybe比如说是在学运的这种事情 那他刚好是有需要的在清头科 有需要的看到他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 但是如果是主流媒体 因为看到你的这个东西来采访 那个是几十万人可以看得到的 我让大家问你个问题 问问题 问问题 假设我们要告诉我们的朋友 告诉我们的传播对象 讲一件事情 刚刚老师或是淑琳分享的东西 有什么你想要补充的 就是用这样的角度来想想 我们还可以在从荣敦大哥这边在询问什么事情 那 特别就是大家可以先想 刚刚其实那个轴线还蛮多的 那你如果要跟人家分享这个故事 荣敦大哥这好人运动的故事 你想要挑什么重 来想 然后这个重点里面你还缺什么元素 让别人更容易进入这个状况 荣敦大哥的 更要认识荣敦大哥的事情 有没有像那个比如说我 柏语有没有想到什么 刚刚荣敦大哥分享 蛮多走线的 你最感兴趣的 你最有感觉的是哪 其实我想要问问一下 多少钱 他的名称叫香菇巴蓝 赛德克巴蓝 那个是郑州老师 他们就 因为原住民众 廖郑州 香菇 一直被人家收购 收购的价钱很低 如果他可以直接上来卖的话 效果会很好这样 尤其是他又要变成 不用那种 比较有问题的状法的时候 所以他就干脆去 带那些农民做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就互相帮忙 那个巴蓝就是真正的意思 那名是乌来的 乌来的爷爷 是郑州取的 拿下来 拿下来 那个是郑州取的 够高吗 纯明取的 是 香菇巴蓝 你上去请你去参观过 对对 香菇 乌来 菜牙爷爷 那是南奥金养部落 这南奥的 哦 是南奥的 肥料 荒金啊 荒木栽培 手工栽产 我近思未闻那个是雕像 哈哈哈哈哈 这个是个好例子 也是值得做的 然后他 其实不用做那么大规模 就是经济这样子 所以让他们可以谈 这是好事 如果想要采访这个轴线 脸书上可以再加另外一个老师 现在有脸书的好处还是还可以用脸书采访吗 至于其他不用讲了 比如说你在我们课程中看到的送晚运动啊 或者阿公阿妈拿手菜了 或者上街卖菜来做一种异工活动 那个是因为资料很多了 不要客气 这个整个的地方使用就是这样子 而我们不是为了说人手不足希望你来帮忙 而是以后在不同的就算是新的部门或新的办公室 也会继续保持这个精神 也就是他不是把我们自己变成成品 然后让你变成消费者 你付了钱之后我们的关系就断掉 而是在里面设计的大量的过程 你不帮忙我我会死掉 比如说我们把你故意梦到办公室去卖 然后我们给人家乘一个钱筒 没有棒秤怎么卖 当然你家里有棒秤你来帮忙 或者可以设计一种梁桶 然后是你设计的 结果那个梁桶是一通信去知道 你应该多少钱这样 把很多这个新的运作的可能性 邀请或者是故意留给别人一起来参与 然后那个事情就不是单纯是我的事 很多精神是这样子在弄 去人家家店门口打果汁 硬要跟人家借店 或者就问人家说 在你这里拿水比我回办公室拿水的方便 那可不可以拿你的水 到现在就是武士兰拿冰块 拿成不要钱 这样子那个街头游行的时候 你才会有加冰水供应的人 那他的置冰机很厉害啊 是这样子 那没有问题的话我来问一下 其实我个人比较感性就是说 像从事运动 或者从事对社会有帮助的事情 很多人还是像 大哥在庆修院当执行这样做 就是都要抓得很准 什么步骤什么程序都要抓得 规划得很准 那来台北以后要转成这个 那个改变你的关键是什么 就是说 是什么东西让你相信这样子做得起 相信 就是相信 那个民主有些是讲假的 可是不真的相信民主 那我自己的 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就是态度上选择相信 大家这样做会比我自己做有效 相信 信任 信任 其实你没有能力去高雄 你也没有能力去台南 你也没有能力去负责 台南不会出事 所以他真正有效的是 你相信之后 那件事情就 这样讲 有一句话叫做信事根 疑事盖 我以前刚看到这个时候看不懂 那原来是说 相信这件事情会像根一样 水分可以上来一样 你可以站着稳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是没有发生 他就已经死掉 所以疑是个盖子 那我自己 以前我 怀疑的疑 怀疑的疑 盖是什么 盖子的盖 疑是盖 然后呢 我们以前 为什么会那么相信 或强调那个计划书 其中有个大原因是 你要跟政府申请行费 所以你必须依赖那个东西 最后才能够做和销 然后呢 当我 一脱开这个限制 或这个 这个 这个想法的时候 问题反而都迎刃而挤 我老实讲 做很运动的这段期间 我们没有跟政府 申请过半毛钱 所以我们反而可以很大胆的说 没有计划本来就可以执行 没有计划的这个流程 执行的效果 比你有计划 来得有效 或可靠 这个事情有点矛盾 大家 比如说学企划 不同的大学教授来这里 希望我们帮他上企划的课 那最后最终了解就是说 原来你采用了相性能的方法 让这个事情可以这样子流动的时候 那个比你自己在书桌上做出的计划 明明你已经是一个别人认为你很厉害的计划 和撰写者 可是 你建立出一个别人可参与的流程 然后采用一个信任特征的流程 你跑完 那个的结果 通常都比你去做一个了不起的计划 出来的有效 诶 你可以在红重俱乐 这就是什么 感谢观看